记者团团包围 人不发一语快步向前 他是北朝鲜的外交部次长崔善希 川慶慧宣告破局跟他有很大的关系 崔善希态度强硬 因为他不满美国副总统彭斯 认为北朝鲜可以走利比亚的契合模式 不排除对北朝鲜动武 让金正恩被感威胁 崔善希因此言辞批评彭斯愚蠢无知 是川普的政治傀儡 成了引发川金会破局的导火线 另一方面美朝两国的去核立场不一 美方希望北朝鲜完全放弃核武 北朝鲜却只承诺停止核事报 摧毁核子试验场 绝口不提是否停止核武的发展计划 同样摇摆不定的还有北朝鲜政府 金正恩的外交手段和他的老爸爷爷如出一策 先高调发展核武拉高紧张情势 在提出核解让步 获得国际社会认同后 重新获得世界经济援助 存购前继续开发核武 因此就算国际社会希望美朝持续对话 但两国数十年的敌对关系 恐怕难以一时之间化解 大家新闻就不先编译